台南地方检察署代表林景村检察長 政府在接受媒體記者訪問時表示 這個聯繫會報他個人認為 在一些環境遇到也無論是真有意義的 我們頂了公權力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樣的亂象遏止 反正這樣偷盜的部分 對在台南市是無法容忍的 所以說我們為了避免後世子 後代子孫再花費更多的資源跟金錢 來去把上一代的人偷盜的垃圾 我們覺得其實這一代的我們有這個義務 要把這個要停止這樣的一個偷盜的現象 並且把過去這個偷盜的這個垃圾跟廢棄物 能夠把它給這個清開挖出來 尤其是對那些頭盜本社會區域的人 由市長強調說 他是絕對不可以用運一定的以上法辦 所以凡是偷盜 偷牌 我們絕對是移送法辦 沒有這個任何的這個借口 也沒有任何的這個這個代度的可能 那這次的宣示意義在這裡 對一些剛才市長所提到的 通關不法手段來賺取經濟利益的一些的犯罪分子 那地鐵署立法一定會對這些的犯罪行為 依法來人家就範 經過環保教的統計案 100年到這頓 環檢境結合 查到的水污染 數量飛機物污染 含著空氣污染有496匹 以上法辦 63匹 停工有43匹 在河川的污染等等方面 到1807年 20K已經減少了77.3%有50公里 減水價是60%有17公里 集水價41.4%有27公里 打擊環境犯罪環檢警 報告